清静步道未眼先轰动 网络持续的发烧 宪府除了将这条全台最高的步道 命名为清静高空观景步道外 并计划推出套票 只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上清静 即可向清静步道门票优惠 希望舒缓交通的压力 清静高空景观步道的建设 原本是为了解决清静人车真到问题 维护游客安全 名料到步道还未开张 全台最高步道的称号受到媒体主义 不仅网络新闻乐意 点阅率也不断攀高 预料将带动一波波广光人潮 我好喜欢南投 因为这里的空气新鲜 然后视野又辽阔 再来就是很放松 通常我们都是开车 开车的时候就是想要看一个景点 但是可能就是找那个停车的位置 就不好找 然后也就是只能开车经过看到 可是我觉得做了这个步道非常棒 你就可以走走停停 然后看着这个视野 就是很舒服这样子 有这样子的步道 我觉得就是看得更广 台湾的天空步道有很多 可是这边让我感觉上会比较不一样 就是它特别美 特别漂亮 感觉上就是离天空更近了 觉得盖这个天空步道 是能够造福这边的乡民 而且也是县长一个很大的政绩吧 县府观光处表示 县府位于筹谋 除了将县制 观景步道人数不得超过2000人位 也计划推出套票优惠 并将和普里公务段等单位合作 透过路况及时系统 提供及时的交通讯息 也可以让想上清静的民众 避开交通拥挤 我们这一座清静高空观景步道 为期大概一年多的建造 预计在5月底要启动 整个我们这个高空步道 大概1.2公里 我们预计人数可以整个容纳到6000个人 可是我们为了整个旅游动线的品质 我们预计要管控到2000人 会结合在地的清静的接驳业者 然后会推出套票的部分 那整个这个票物 我们也会结合超商 还有我们悠游卡跟一卡空的部分 来刷卡进场 随着清静高空景观步道 将于5月启用 清静商家期待龙井来临 县府也希望推出山上山下玩透透行程 监狱旅游等相关行业 安排埔里、清静、多日游旅程 除了走清静步道外 也可游骗埔里的景点和宗教寺庙 品尝地方美食 享受擅长的愜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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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